8月24日 一名新冠肺炎康复者自欧洲返回香港后 其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再次呈阳性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团队证实 该患者是第二次感染新冠病毒属全球首例 研究团队主要人员之一 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 近日接受专访时表示 二次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 病情相对首次感染时轻微 且在较短时间内 其体内已产生抗体 其实我们就是比对它在3月和8月份的病毒的基因 基因排序就发觉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新冠肺炎的病毒 为什么会这样出现呢 就是我相信它第一次感染的时候 因为病征不是太严重 所以它那个抗体 我们再次检查它的抗体的时候 发觉它度数不是很高 就是知道它的抗体在4至5个月的时间 其实就是已经是量不到 就是跌得很快 另一样要留意就是它第一次感染它有病征 第二次感染它进去亚伯那5天 是一些病征都没有的 完全没有病征 第二次是轻微很多 还有那个抗体其实第5天就已经产生到 所以我们知道第二次感染的病人 通常那个病情会比较轻微 还有它会很短的时间就会产生到一个抗体 这个就是我们知道 那个再次感染的情况 孔凡义认为如果在大部分人不戴口罩 且未接种疫苗的环境下 二次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可能会成为常态 而且新冠病毒非常狡猾 会发生变异 出现二次感染的病例 也会对疫苗的研究产生影响 但目前情况仍然较稳定 香港大学本身也都有做一些疫苗的研究 我们希望我们那个疫苗 就会在11月左右 就会有机会进入这个所谓的第一期的临床研究 如果一切顺利 其实可能在明年的第一季 就会有一个有效的疫苗 或者有几种疫苗是可以给我们注射的 但是那个效用究竟可以维持多久呢 可不可以去到一年 或者是再次有第三期的研究的报告出了呢 我们才知道 香港即将开展的普及社区检测计划 孔凡义认为这一措施作用很大 将有助于找出隐性患者及追踪病毒传播链 其实这个全民检测是非常之有用的 我自己觉得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如果要达到它 可以捉到这些隐形患者的目的 其实那个反应要很好的 要去到全人口的七成或八成 就是说的是香港人口是750万 可能去到500万的检测 但是我觉得这个措施是好的 因为其实很多人士很想做检测 因为我们本身的人力有限 以及机器有限 所以中央可以这样做 其实是很大的帮助 假设冬天是有再第四波 或者之后再有大的爆发 这个措施是很有用的 找出个隐形患者 切断个所谓的传播链 恐防疫最后提醒公众 即使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的开展 会对防止疫情出现新一波爆发有所帮助 但同时也要做好对入境人士的病毒检测 市民在公众场所仍需继续佩戴口罩 维持适当的社交距离 注意保持首部卫生 这样疫情在冬季再爆发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